快樂快樂 晚來緊販 營養兄弟大親愛 親愛秀朋友 大家平安 牧師想問問大家 你有看過飛鳥 在天空中工作賺錢嗎 或是你們看過飛鳥在空中 牠呢 要努力煮飯下廚 才可以有一頓 午餐或是晚餐可以吃 我們有看過飛鳥在路上 看衣服選衣服 然後為自己穿上衣服嗎 相信都沒有 若有真的是太嚇人了 天空的飛鳥 牠沒有做任何的工作 沒有煮任何一頓飯 但是上帝照顧牠 保護牠們 也吃給牠們身體上的保暖 所需要的一切 上帝照顧飛鳥 也照顧我們 因為牠也一樣看重我們 今天的信息呢 也會提到這些飛鳥的一些點點滴滴 我們一起來專心聆聽 看看今天的信息分享什麼 我們來禱告 天愛的天父上帝 你是創造的主 我們遵從你 敬畏你 因為你是我們生命的主宰 主宰謝謝你 相信你必為我們的生命有所預備 我們向你獻上感恩 我們將同心祷告 奉主的名祈求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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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快樂 萬來金瓣 迎藥上地大親愛 心心花氣到主面前 雅頭用夢心更冰 彼上有笑笑 祖父寡散 遙天黑暗暴打瓣 迎藥快樂 萬好來臨 燦爛更冰之溫心 快樂快樂 萬來金瓣 迎藥上地大親愛 心心花氣到主面前 雅頭用夢心更冰 彼上有笑 救祖寡散 跳去黑暗暴打瓣 迎萬快樂 萬好來臨 燦爛更冰之溫心 明未老師考考你喔 世界上有沒有什麼樣神奇的食物 喝了永遠不可 吃了必定不餓的嗎 耶穌應許我們說 我就是生命的糧 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 信我的永遠不可 我們都需要靠著吃東西 來讓我們的生命可以活著 我們的心也要靠著耶穌的話 得到保足 求上帝幫助我們 更多的渴慕祂的話語 我一生中最大的部分就是 人是耶穌一生都是風的 感謝主風生不盡的恩典 是我能一生都讚美你 多少個黑夜 多少個困難 都是耶穌一生都讚美你 都是耶穌的愛心事陪伴 賢上你一切愛不跟隨耶穌 是我最大的喜樂滿足 我一生中最大的部分就是 人是耶穌一生都讚美你 感謝主風生不盡的恩典 是我能一生都讚美你 多少個黑夜 多少個困難 都是耶穌的愛心事陪伴 賢上你一切愛慕跟隨耶穌 是我最大的喜樂滿足 賢上你一切愛慕跟隨耶穌 是我最大的喜樂滿足 我們的生命 生活上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賞識 讓我們一起帶著感恩的心來奉獻 我們一起帶著感恩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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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你使用 讓上帝你祝福他成為更多眾人的幫助 我們的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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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祢 祢的祢的祢 祢的祢的祢的祢 祢的祢的祢 我們的日式 今天給我 審命我的孤婦 請像我也有審命 孤婦我的人 目的帶我日常 就叫我討厭那個派的 因為國 官人 他們更 都是你所有 大大無情 阿們 好 各位小朋友平安 我們今天的信息是飲食文化 那在今天的故事開始之前 我們先一起來讀經 今天的經文記載在馬太福音 六章二十五節到三十四節 那如果你手邊有聖經的話 我們就一起翻到馬太福音的部分 好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來念 所以我告訴你們 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喝什麼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生命不勝於飲食嗎 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 也不種 也不收 也不積蓄在倉裡 你們的天賦尚且養活它 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售數多加一克呢 何必為衣賞憂慮呢 你想 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 它也不勞苦 也不仿線 然而我告訴你們 就是所羅門即融化的時候 你們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你們這小性的人啊 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 明天就丟在爐裡 上帝還給他這樣的裝飾 何況你們呢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什麼 喝什麼 穿什麼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們需要的這一切東西 你們的天賦是知道的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 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經文 那我們剛才有講到說 今天的信息是飲食文化 所以一直想到飲食文化 就是要代表 我們要介紹很多吃的食物 那一說到吃 大家會先想到什麼東西呢 對 就是三餐 我們每個人原則上 每天都會先吃到早餐 午餐 還有晚餐 因為我們每天就是要吃這些東西 才能夠獲得足夠的體力 才能夠上班上課啊 那另外的時間 我們可能也會吃一些水果 或是點心 像是餅乾啊 洋芋片之類的 所以吃真的對我們來說 非常的重要 那除此之外呢 老師也想分享一下 就是全球的美食 那首先當然要來講一下 台灣的美食 一講到台灣的美食 可能就會 每個人會想到很多不一樣的小吃 因為台灣就是小吃 非常盛行的一個地方 那老師首先想到的呢 就是滷肉飯啊 或是臭豆腐 還有夏天一定要吃的芒果冰 這些真的 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在附近的夜市吃過呢 那另外 像我們附近的日本 大家一講到日本 可能就會先想到 壽司啊 或是拉麵啊 那如果是在更遠一點的 像是歐洲的義大利 可能一開始都會先想到 比如披薩啊 或是義大利麵 你們看 就是全世界有這麼多不同的食物耶 每個國家他們都有各自代表的食物 所以可以知道說 這些食物對人類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講了這麼多我們現在的食物 也要來講一下以前聖經的時候 那些古猶太人他們的飲食習慣是什麼樣的呢 那古猶太的人 他們因為生活在地中海的地方 所以他們是以地中海飲食為主 那所謂地中海飲食就是以餅 還有酒還有橄欖油 作為他們的熱量來源 那另外也要看他們的生活習慣 像是如果是遊牧族群的以色列人或猶太人 他們就會到處就是領著他們的牛羊到不同的地方去 那這種 這時候他們就可以吃到比較多的乳製品 或是牛肉啊 羊肉之類的 那另外也有一些人他們是選擇定居在一個地方 他們就會在固定的土地然後來耕種 那這時候就可以吃到比較多的蔬菜啊 水果 那另外由於以前的年代沒有像現在有冰箱 可以就是保存這些食物 所以特別是在水果或是魚類的時候 他們會習慣做成醃成肝 就是做成果肝或是魚肝來吃 這樣才能夠保存這些食物 不會那麼快就吃完了就沒了 那除此之外 就也要來分享一下耶穌時代 其實耶穌時代也跟這些古猶太人吃得差不多 那時候他們也是以餅為作為他們的主食 那只有比較有錢的人或是做官的人 地位比較高的人 他們才有機會吃到肉 這就是他們那時候聖經人物的飲食習慣 那另外今天也要來稍微的帶大家複習一下 我們之前曾經講過聖經裡面出現的食物 第一個呢就是瑪娜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瑪娜是出現在哪一個故事當中呢 它就是出現在摩西帶領以色列人他們出埃及的時候 他們在曠野走了好久好久 所以以色列人都會很擔心說 可是我不知道萬一我們沒東西吃 走到一半就餓死了怎麼辦 可是上帝就從天降下了瑪娜來給他們吃 作為他們的食物 那這個瑪娜非常的特別 它是這樣像圖片一樣圓圓小小的 那吃起來呢是像薄餅一樣的口感 那而且它還有一個特性 雖然上帝會每天給他們瑪娜 但是如果你沒有及時的去收這些瑪娜 把它收回來吃的話 它就會慢慢的消失不見 所以呢這也是提醒我們 雖然上帝的恩典是白白賞絲給我們的 可是我們也要動手去接 才不會讓這些恩典就這樣消失不見 那再來呢是五炳二魚的故事 相信大家應該都很清楚五炳二魚的故事 那就是耶穌之前行的神蹟之一 他對五千個人講道 可是他的門徒沒有準備那麼多的錢 或是那麼多的食物 這時候要怎麼讓這五千人吃飽呢 但他祝福這些食物之後 分了這五炳二魚給大眾之後 居然這五千人都吃飽了 甚至還有剩下很多 這應該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 那再來呢是紅豆湯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他是哪兩位兄弟的故事呢 他就是哥哥也就是姨嫂以及弟弟雅各的故事 哥哥是長子 那弟弟當然就是雅各 在那個年代 長子的名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是愛吃東西的姨嫂 卻為了一碗紅豆湯 就把他長子的名分隨隨便便賣給了雅各 這也是提醒我們 雖然吃對我們人類而言非常的重要 是我們獲得能量的來源 可是在該節制的時候 我們也必須要節制 就是不能毫無顧慮的就是想吃就吃 接下來的食物是無酵餅以及葡萄酒 這也是我們聖餐所使用的兩個食物 那無酵餅他代表的就是耶穌的身體 他為了拯救我們 所以犧牲了他的身體 那酵就是代表著罪 所以無酵餅呢就是代表說 耶穌是完美無罪的 那另外就是葡萄酒的部分 那現在的教會大部分會以葡萄汁來代替 他代表的是耶穌為我們留下的保血 為了洗淨我們的罪 他為我們做的犧牲 那剛才有講到說 我們肚子餓了的時候 我們需要吃這些食物來獲得能量 可是如果我們要 我們必須要怎麼做 才能夠得到心靈上的滿足呢 這時候我們就需要透過讀聖經 還有禱告來親近上帝的話語 來聽神的話語 並且照他的話去行 我們才能夠得到心靈上的富足 雖然我們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辦法就是來教會 一起進行主日學的活動 可是大家在家裡的時候 還是要記得每天禱告 還有每天讀聖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 寫你們的每日靈良手冊呢 這對我們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花一點時間 來讀上經來多親近上帝 去聆聽他的話並且照他的話而行 如果這樣做的話 我們的生命就可以得到更加的成長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信息的部分 最後我們來念一下今天的經句 那先從華語的開始 人的生存不僅是靠食物 而是靠上帝所說的每一句話 台語的部分 人的我 不然我苦拼 就是我苦對上帝的嘴 所處都送的威 記錄在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節 那最後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就可以跟你的家人來分享看看 第一個 你最喜歡吃的食物是什麼呢 第二個 前面讀經的時候 我們有讀到說 天上的飛鳥和野地的花 神是如何養活他們的呢 第三個 上帝知道我們一切的需要 就如同他降了馬那 給那些以色列人人民吃一樣 那你最近想要 或是需要禱告的事情是什麼呢 那我們今天的信息 就先進行到這邊 可是我們還有一個小小的活動 要進行哦 我們今天講了很多飲食方面的事情 而且又加上夏天已經到了 所以想給你們一個小挑戰 我們今天要不要來試試看 用摺紙的方式做出一個雙麒麟 好首先我們要來準備一張正方形的紙 那如果你家裡也沒有色紙的話 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隨便拿任何一張廢紙啊 或是廣告紙都可以 因為我們這個雙麒麟是沒有限制尺寸的 所以只要你長和寬是一樣的正方形 就沒問題了 那第一步呢 我們就先把它對折 它就會變成一個三角形的樣子 那之後我們把它攤開來 看到這一面 然後就往裡面這樣折 這樣子 我們就會把它往裡面這樣折 然後會變成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我們再把裡面這邊把它打開來 往外折 會呈現一個這樣的方式 之後我們再換到另一面 另一面這裡會有一個突出來的地方 我們再把它往內折 就會變成這樣子 接下來 接下來之後 我們這裡還有上半部的地方 我們也把它往中間這個很折線的地方 這樣折起來 很簡單 對就是這樣子 我們就已經完成一半囉 只剩最後的地方 最後呢 我們就先把這個地方往上這樣折 很簡單 就往它的這個地方 有一條折線 我們就把它往上折 那中間這裡呢 就很自然的 把它先這樣子 往下 然後再往上 重複個兩三次 就看你想要幾個波紋 那最後把它攤開來 那最後折好的畫 就會像是這樣一個雙麒麟的樣子 那如果你想畫畫的話 也可以在上面幫他做一些裝飾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願上帝可以伺服我們的學習 禮拜的結束 我們一起同心來禱告 親愛的天父上帝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你賞賞我們生命 賞賞我們的平安 還賞賞我們生活當中 所需要的一切 為著這一切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謝謝你 願我們更專心的敬畏你 緊緊跟隨你 因為我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我們同心將禱告 奉主的名祈求阿們 親愛秀賓我們 我們下個禮拜主日見 平安 拜拜